上礼拜的话我们是讨论了比较多 小令的朋友找你 控制一些感情相关的问题 从关系的角度去出发 你要怎么维持好你们两个关系 是除了你自己的平衡之外 你要找到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平衡 如果你都没有花力气去经营 你就希望你的感情会一帆风顺吗 这件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 对啊而且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很有趣的一点 就是Commandment Issue 这个可能是一个根本问题之一 就有些人可能会觉得 他们知道自己要的什么 知道自己哪边不对 但还是没办法对对的人 就是做这个Commandment 对吧那我觉得 我也很好奇 就是这个背后原因是什么 是不安全感吗 是觉得一旦你说了 你就不能回头了之类的 就是我会更好奇这个背后的不安全感是什么 因为就这也是很多会说 哦美国的那种Fuckboy 就那种Asianboy 都有这种问题 就是不敢去Command 不敢去负责任 但我觉得这个问题好像是他们自己的问题 就可能是你们内心是哪里快觉得负了责任之后会有什么东西 所以你起了保护机制 觉得啊不行 就是快要到了那一步就马上跑走 对吧就很多 尤其是很多比较年轻一点的男生可能结婚前会这样觉得 就说哦要结婚了 惨了 然后呢就是像Chandler在Friends里面 Chandler 对像Friends里面的Chandler 他每次都是对于女生就非常的害怕惧怕嘛 那这其实源自于他小时候他爸妈 他们关系人不好离婚 然后呢 他不懂了怎么去好好的处理这段感情 所以他长得在招有Commandment Issue 你看这是有机可学的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去找到那一个为什么会有这个issue的背后原因 然后去解决它 不然任何人再怎么好的人出现还是会发生 然后呢你到时候就依然要去解决这个果 然后再让这个因可能他背后再未来影响你之类的 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好好去 你就也不用多了 你就写三个点就好了 对 你为什么一定要你的伴侣符合这三个点 然后再自己去理清这三个点从哪里来的 顺便检视一下你自己到底有没有达到 你自己都没有还要求别人要游我就觉得还蛮高摇的 对 但我自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但我以前小时候就是会说 哦身高一定要180公分或什么什么 就我会有很多很具体的条件 然后我后来就想说 我有一些就是前男友有达到这些条件 但so what 就是这个 就我不想要在这边攻击他们 就是so what 那我后来就发现慢慢的就是遇到越来越多人 我就觉得就是不需要挑战 因为真的好的人你根本不知道怎么去讲他 你可以知道一些特质 就是他是一个很善良的人 他是一个很正直的人 但你不会知道他长什么样子对吧 你可以告诉别人说 就是哪些事情在意的点 但是当那个人来了 你会因为他没有符合你的一些很 不知道为何的prescriptive的标志而拒绝他吗 我觉得不会吧 所以或者是会的话那你就太可惜了 对所以我觉得可以去认真想一想就是那些我会我现在如果我现在好像不能再交新的对象 不过如果我要再交新的对象的话 我不会care任何我不会有我甚至不会有任何一个特质 我只会想说我是什么样的人 什么样的人适合我这是我唯一在意的东西 以前都会列的巨细米耶 就我记得 哦这还蛮好笑的大家当个笑话听 我以前高中上课的时候我印象超级神课我高二的时候是国文课 我跟我班上最好的朋友们坐在教室的算蛮前排的 然后我们再大大声的讨论我们 因为那时候我们两个都单身 就是理想型应该要符合哪一些特质 然后亚瑄有一首诗叫做《如格尔寻百》什么什么之必要这样子就是他每一个美剧 我们也就是如法炮制的所以我们就比如说什么身高180公分之必要之类的 然后我们都两个女生自己在讲很嗨 结果就讲太大声了然后一定是超级大声因为我们就是你知道太兴奋控制不住自己 然后就是什么什么弹钢琴之必要啊养狗之必要什么会喝红酒之必要之类的就是一些很超级巨细迷 那时候是果文课老师刚好在上琵琶行 里面不是有一句是大贤草草如极语小贤切切如私语 然后老师说哦像中间这两位同学他们就不是小贤切切如私语 我真的觉得超级丢脸我现在都还记得这我可能可以一辈子 对对反正这就是一个错误示范 大家就是第一个是想课不要再没讲一些白痴话的地方搞到全班都知道 然后第二个就是现在这一点都不重要啦 就是我都还记得我当年到底列了些什么条件不过 那你有你的新的对象也有配合到你的条件吗 其实好像还刚好有耶 所以还有养狗吗 我觉得是因为他有养狗 自己本来就会去做一些筛选啊 但是有时候像你讲的其实那就是一个很概括性的特质 正直善良 然后那些刚好是最基本的 你要怎么跟一个人建立信任 他如果不善良的话你还敢跟他打交道吗 类似像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他是有机可循的像你刚讲的 所以我觉得大家先去找到那些有机可循的那些集 你再去推敲说他到底至于你为什么都要 我觉得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 但当然没有实存实美的人啊 毕竟我自己的价值观就是感情是人家两个人的事情 就是外人可以给建议但也不要插手太多 嗯 很容易造成就被觉得什么 哦没有我那个好朋友谁谁就说你怎样怎样干我屁事啊 就是明明就你自己讲的 对啊明明就是你自己 然后他们需要有一个有一个借口 对 就是表示说哦我闺蜜挺我 所以就是要反正他们就要别人来攻击他自己男朋友 因为他自己不能讲嘛 嗯 对啊 对啊 然后就避免你沦为那个 你知道被冠上那个讲别人坏话的人的名字 所以我觉得可以给建议但也不要杀手之间缺太多 不然会对自己也不太好 然后对他们两个感情健康也不太好 因为他们就不会自己解决问题了 这就是一个很不 他们自己学不会 很不成熟的做法吧 像我刚刚刚认识他也知道我 从刚开始认识他教的所有对象 那 我基本上都是以种status update的角度来讲 我就说好这个人 ABC结束了之类的 然后下一个 然后他可能本来还想安慰我 后来两周后好像就没事了 然后就是就move on了 对 就是我觉得朋友 对 不是朋友不是拿来欺负你另外一半的武器 你知道吗 朋友是 你跟你分享跟你去学习成长 但你不能因为这样就是很 很幼稚的想要赖到他们身上 然后甚至没有办法自己的自己的底气去做这些决定 就像我 我忘记了 可是就是以前太久以前的忘了 可是至少最近的几段感情就是 结束就是结束 你自己想清楚了 你自己就要跟别人讲 他们可能 你的另外一半可能可以同意或不同意 但是 你要相信你自己成熟做出来的决定 然后你要为他负责 我觉得这是感情叫我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任何事情任何决定 做了就是做了 然后你要为他负权责 感情里面你就是难就难在 因为这个选择是两个人的权益 所以有时候你可能会只考量到自己 或是对方也只考量到自己 然后这时候两边就会觉得 你怎么那么自私啊 就只想到自己 但没办法 因为你同时身为你也是你们 所以有时候要做这样的决定是非常困难的 对 然后你也不需要强迫自己做好 有时候你就是 有时候你可以两全其美 那就这么做 如果可以的话 他很多时候像分手好了 就可能就是一半的人会觉得受伤嘛 但我自己都会这么告诉另外一方 就我都会说 这其实是自由 对吧 你知道我不适合 你现在有自由了 所以这其实是 让你可以更快找到下一个人的东西 所以其实真的是对你也很好的 就当然 我只是想要保护我自己 但我真的真心也觉得 就是让我可以赶快跟这个人结束 是对方的一种 是我可以给他最后一份礼物 你在喘叫吧 说我要是被甩的时候 听到对方说要给我自由 我真的会 想拿什么东西丢他 每个人感情结束的方法是不一样的 你们结束的形式 是因为你觉得你已经绑着他太久 跟他说分手的理由是要给他自由 这一切都很合理 但是太久太久没有人可以定你 就是我的太久可能算是几个月 有些人可能觉得是几年 就是每个人的感情观也不一样 对 这也可能是某些算蛮普遍常见的问题 就是很容易拿自己正在经历的感情 或是跟过去或是跟别人做交 我觉得一旦出现那个比较的心态 他就会自己不平衡 对任何都不能比较 真的不能比较 对就是根本就不能比较 因为这次每一段感情经验都是新的 然后他是他自己独一无二的 所以我觉得去比较也没有意义 因为就不同人啊 你要怎么 如果你是跟上一任再复合 你当然可以比较 因为就只要 同一个人 在怎么比 都只是比你比较喜欢谁而已 对 不然就会说什么 哦你看他男朋友对他很好 我想那不然也就跟他男朋友对他 对啊对啊 讲什么废话 对啊 我每次听到这种都特别气 对 真的真的就是 我觉得就是路人吃瓜吧 但你自己要很清楚 这个话的重量是什么 因为 你讲出来的话 你对方会听到 你朋友会听到 所以 你自己也会听到 所以你要想清楚 就是在你随便抱怨前 到底是不是想要讲 你真心想这样的话 对方一定会觉得你真心这么想 但说不定你有时候 就只是嘴炮两句了 对啊 但别人会往心里去 一定要往心里去之后 你就要花更多力气 修复 所以大家讲话之前请三次 尤其在感情里面 对因为很多时候我们 我们找的另外一方都不会是像我们这样子的人 不然两个人就会吵架 对吧 所以对方通常都可能比较安静 会比较思考每一句话 所以这就很危险 因为你讲的每一句话都会被思考 所以这就会让我们就是少讲一些干话 我觉得这也可能是我们的某一个隐藏的驱动吧 就我觉得我们会自己去选择找一个 我们知道不会跟他吵架的人 就是当着我们的经历那个快思漫想的过程 你很快有个冲动 那不对不对 等一下 就是先不要乱讲话 类似这样子 就我觉得感情其实真的会选到很多事情 因为你要跟你完全不一样的人相处 我就觉得这也是一个艺术吧